都快50岁了,没想到你比关芝林还美啊!李嘉新进照终于被曝光了。 对于上个世纪的香港影坛来说,可是出了许多至今仍在娱乐圈有著重要地位的人物,导演有王家卫和徐可等人,男演袁中成龙和周星驰都比较出类拔萃,而在众多的女星中,毫不夸张地说,没有整容的她们可是一个比一个顺利有气质,正如图中的李嘉新。 1970年出生的李嘉新,1989年时就主演了起首部生活剧《花月佳七》,从而开始正式进入演艺圈。 随后的《剑女幽魂》,《人间暴》和《97故获载之战》《无不胜》等电影都让她人气飙升,2005年更是获得了首届style icon香港时尚之星。 在感情方面,虽然年轻时有些不顺利,也传出于许多女性不可,但是2009年与香港富商许进亨成婚后的李嘉新,在2011年就产下一名男婴,随后选择隐退娱乐圈,过着享福教子的生活。 自退局影坛后,很少再见到李嘉新出现在公共场合,现在虽然说也参加一些活动,但是也只是小型活动露露脸而已,不过近期就有网友拍到了李嘉新夫妇献身周杰伦演唱会的最新照片,不得不说如此低调的李嘉新还是那么美啊。 还记得,前段时间李嘉新还专门对自己80岁的妈妈庆生呢,看到现场母女的合影后才猛然发现李嘉新如此美丽的秘密,原来都是遗传了母亲强大的基因啊。 有网友调侃表示,都快50的人了,没想到李嘉新你还那么美啊,比关芝林好看多了。